我覺得以一年對於我來說 分水嶺可能真的在八月 加入DNB的前後 當然你說以前我們學習的 是每一年有一個year plan 即是我們接下來一年 心底女想怎樣 加油努力 一年之計 在於春 現在就什麼都沒有了 在於春 什麼都沒有了 我覺得要學習的有很多 譬如以前想一年的事 現在想半年了 想不到 三個月內如果你想到 而最後不是太偏離實行到 你已經叫做跑贏大使 你是聰明 即是要學習這個東西 我猜就算陣地移開了 不在香港 我猜面對的就差不多 大大小小一樣 各樣東西都一樣 特別是我們身邊的朋友 因為一些事故事件 或者個人方向 他轉到別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花了很多氣力 只不過可能我面對少了香港的問題 但不代表他人生上的問題少了 一模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 然後我就說 21年對我來說 可能是一個叫做年以效應 譬如20年的一些改變 然後到了20年中 即是有一條很厲害的法律 來了之後 然後又有很多事情 你都要再想 怎樣擺放 說不說 哪些行 哪些不行 這些就是我們的調色 對 好了 然後21年的頭半年 其實都真的捱到一個地步 因為東西開始浮了 即是20年的東西 即使沒有了 你仍然覺得可以 而21年就等了 全部等了 等到八月 很高興 也感謝D100 認真的 來到 我很記得 例如來到的時候 看到很多很熟悉的棉孔 曾經在電台的界別 都真的看著我長大 或者我真的很年輕的時候 看到一個朋友在這裡 特別是在香港 可能過程我跟他聊得多了 我自己都在學習 怎樣去摸、熟習這件事 然後那些東西就開始 叫做忙碌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是 特別是下半年 就是製作各樣東西 很多東西都會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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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一刻你都沒有再想 什麼 總之見事你做 是的 那些時間你只拿來不斷做 就是 累的 累人累的 但你又會想 你也休息半年了 你還想怎樣 你還想怎樣 而那件事就是 最大的得著有兩個 第一是你要學習的是 真是叫做得快樂時扯快樂 當你忙的時候 你就會想 早知我頭半年 我就不用天天坐在那裡休息 我認認真真去休息 我認認真真去休息 休息足精神 那這半年就算跑 也多力一點 但是沒有 那有早知就沒有 對 所以之後你就要學習的 但凡有這些空隙 你就真的努力地休息 對 然後一有機會 你就努力地工作 就只能是這樣 像車一樣 沒有倒後的 就是只能向前 你就走吧 這是第一 第二是 我自己覺得 可能剛好今年 其中有一個 除了什麼 蜘蛛 NFT之外 元宇宙是一件 我們比較新的東西 之前有一件事 韓國開始有第一間 是用元宇宙上班的公司 那些小孩在家 全部用那個計劃上班 我就覺得 可能在生活上 我們要學習這件事 譬如過去這一年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 挺大的心魔 這個心魔是譬如 我對於社會上 很多朋友的一些反應 是我自己有些生氣 那個生氣或者我的心魔是甚麼 譬如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很眾志誠誠 對於一件事去執著 好 接著當經歷了一些時間 突如其來好像有一群朋友 沒事 娛樂至死 很開心很快樂 好像忘記了一些東西 我是很生氣的 我是很生氣的 所以我對於這件事 為何我經常好像很有看法 我也很想透過這裡公開說一下 當和自己有交過朋友 生氣甚麼呢 為何這麼猛 為何對於那件事會這麼抗拒 人家追求娛樂節目有甚麼問題 我整個看法好像 它像是一個寧堂 你在一個寧堂 你不要拿相機出來打 我明白 遊戲有時候看進去看兩眼 你就放下 這個寧堂 那個死者叫香港 這樣吧 我自己可能比較偏激在這個情況下 但我也慢慢學習要放下 可能真的要套取元宇宙的狀態 做事的你就是那個元宇宙的你 抽離如零貫七竅 你真的要抽離平凡物 要做另一件事 對,要抽離平凡物 那個狀態是你要學習這件事 可能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是疾愛自己的是自己 中了阿奇異博士一招 對 就是 疾愛自己的是自己 所以可能二年是要學習這件事 我覺得我到年尾開始有些變化 我感受到自己的變化 可能…我不知道想通了 一定跟很多朋友… 那個境界到了 我不知道,有時候都是這樣的 當你在不知怎麽樣 就扔下頭,突然有一個聲音 你就好像突然… 那靈魂出了竅 對,開了天眼 你看到所有東西了 可能是其中一個方法 而最重要的是 人們經常說2021年 這樣… 2022年我們要有新的希望 或者各樣 不是想掃大家慶 而是之前推出的報道 都說有四成多的香港人 都沒有新年願望 因為大家都不開心 有什麽新年願望 反而我反過來學習到的是 如果你覺得2021年或2020年 是一個很…很不好的事 即是很差的 我2022年會抱著 The 差 is yet to come 即是可以更差 所以你今天遇到任何不快的事情 Come on 都未入氣了 你已經消化了 是的,都未開球 你為什麽害怕 可能用這個心態 可能又是另外一種 他會輕鬆一點去面對 又是另外一種 有心理準備 所以剛才可能說的境界 即到了一個境界 其實都是可能會大家進入一個 自己各自一個新的境界 即是可能過往的幾年 大家都還為了香港這個地方 我們齊心齊力 去付出了一些事情 去做了一些事情 很多不同的想法 突然間呢 好像是爆發了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想有個改變年代 好像出現了 因爲大家齊心協力 所以很多時候會感覺到 身邊很多溫暖 這個是其中一個 當時我們過去的境界 我反而擔心那個境界是什麽呢 其實阿斌那樣的想法 究竟我們規劃三個月 究竟我接下來 怎麽樣去在這個地方 用這個方式去生存 或者生活 其實這個我怕是大家 越來越陌生的 即是不 距離拉遠了 突然間 我們都改變不了 或者我們都要想回自己 即是可南剛才一個就是 我倒下一個頭 找多些錢 給兒子 以後留學方便一點 那我何肯就走了 譬如阿斌我又要努力賺錢 或者努力前進的時候 其實是 可能錯過了我們 以往香港的有些風景 即是譬如那些 官堂那些 低頭 上班和下班時間 好像前面沒有人 喪屍 喪屍隊形 撞跌你 沒有面口 沒有表情 可能是慢慢 多些區會出現 即是我不明白 我明白不到 那樣現在官堂 或者上班和下班時間 為什麽會在一些 譬如地下站 很忙的地下站 中環上環那些 那些人是可以倒下頭 即是 看到前面有人撞你 沒有表情 究竟是 為什麽去到一個喪屍模式 我真的在擔心 即是接下來 大家的心情 就是 都是沒有了 我做自己的事 做自己的事 可能那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差了 我反而是在害怕 這一樣 都不用害怕的 因為都在發生 是的 因為你就不會見到 因為 剛才康哥說的那個 是很明白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你在官堂工作 你選一國 我更加明白 那樣東西是會覺得 算了 我參與都沒有什麽 而我得出一個結論 剛才康哥說過 其實我有個結論 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 大家在一個街道 在一個區 一起用同一個步伐 去走一些東西出來 好了 在那一刻 大家以為大家的步速是一樣 是 但原來之後發現 其實 只是那一剎那你們的步速一樣 一輩子的話 我們未必是步速一樣 現在的狀態就有點像 你剛剛拍拖的朋友 但原來遇上一個負心汗 你滿懷出氣 對 然後你 嘩 人又很不開心 哭腹哭佛 好了 那究竟你就面臨一個選擇 A 你繼續相信愛情 會遇到一個好的人 還是 B 讓我變成一個壞女人 先玩盡天下間的男子 看看你選誰 那個十字路口就是這裏 而你在觀塘看到那些 沒有臉口 白臉沒有樣的喪屍 就是壞女人 玩盡天下男人 那些人 他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他不再相信那些人